ETF的热潮持续延烧 川普在胜选之后 海外科技ETF更是出现了一波的涨势 00757今天上扬了2.27%的表现 00830 00662也纷纷走强 另外特斯拉持股比重比较高的ETF 更是搭上了顺风车 00895更上涨了超过3% 博专家认为 川普概念的ETF短线利多因素反应完毕之后 可能就会出现一波获利了结的状况 建议采取的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充满未来感的机器人挥舞着机器手臂 科技量潮持续延烧 相关投资标的在川普胜选后更是表现亮眼 海外型科技ETF7日延续涨势 像是00757上涨2.27% 收在94.8元即将挑战历史新高价 00830 00662也都上涨超过2% 另外像是比特币ETF00909更喷涨超过3% 短线的一个倾注行情一定会带动这些ETF去做个上涨 他们其实比较多是受到题材的激励 那很多其实获利状况到底有没有因为川普而贡献 这个其实都要看后续的表现 那在题材的热度结束之后 势必会出现一波获利了结的一个状况 穿盖ETF受贿 另外由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大力支持川普 因此在川普胜选后 韩特ETF像是00895上涨超过3% 00925 00924 00893等标的也都走洋超过2% 搭上庆祝行情 特斯拉自己有营运的一些问题啊 他的那个新车就是他要自驾嘛 可是都一直没有完全自动自驾 有专家对于特斯拉以及相关投资标的 抱持保守的看法 也有专家认为电动车等车用ETF 已经低迷了一阵子 接下来可留意是否出现复苏行情 记得尔利安张明华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可留意是否出现复苏行情